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到 因为你都是自己作词作曲 然后好像大家认识了 14个MV的编剧是不是 性专辑的 对 所以你这个故事 创作的灵感是来自哪里 这也是很生气 我就不知道自己凭什么 在那边当编剧 因为我完全没经验 但是我真的也是 我有时突然觉得 我有这个想法了 我还记得我是去了一趟厕所 出来了以后就突然 我脑袋里面就开始有情节 然后就开始写了 然后还很神奇 除了有整个完整的 那个情节之外呢 我还有那个逻辑就是 哪些情节应该先放前面 就是其实现在大家看到 我出歌的那个顺序 它是按一集一集来 其实它时间线是打乱的 但是我心里面就有一个灵感 觉得我应该要这么 去说这个故事 所以我是完整 把14个故事写完了以后 拿给导演跟他说 我们拍这个 然后导演当然给了我 很多的一些feedback 但是一开始 我自己都很惊讶 为什么我会去写了 整个14集的脚本出来 因为本来我没想 自己干这个事情 感觉是音乐连续剧的感觉